交通部有條件通過宜蘭鐵路 高價化的可行性評估案 估計工程最快在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動工 總建設經費大約兩百五十二億元 而地方需要負擔五十六億 人車穿越平交道來來往往 離風時間還算順暢 但通勤尖峰 火車班自多 交通就大打劫 宜蘭地方爭取鐵路高價化十多年 終於有條件通過 評估案計畫將宜蘭段到羅東段高價化 跨越宜蘭市五節鄉羅東鎮 除了現有車站高價 也會新增一站縣鎮中心站 完工之後將由九處平交道消失 計畫全長十六點一公里 總建設經費余估兩百五十二點零九億元 地方要自酬五十六點三億元 交往部在週三的審查會上原則通過 但認為共同開發的台鐵沒有把北宜直鐵或高鐵可能延伸 納入考量 將影響票箱收入 因此要求宜蘭縣與台鐵局共同修訂計畫 再報行政院預估最快一百一十三年可以動工 運輸學者提醒各地都在爭取鐵路高價化 但是政府經費有限 因此工期就會拉長 在確定施工前對於現有交通問題 一定要先提出解決方案 既有綜合報導